2024年8月10号今天说点开心的事啊 当然提前大话招呼 老王说的所有的关于乌克兰入侵或者叫入境或者叫突袭 或者叫反攻俄罗斯的消息来源都是以色列的媒体啊 最新消息是八小时前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方面已经确认控制了俄罗斯的书甲市 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还不到500公里 八小时之前了 按照行军速度或者机械化的速度来算 慢点开 咱就算坦克每小时30公里 那八小时之后的现在截止到老王录节目 如果路上不遇到特别严重的阻击的话 应该还剩个二三百公里 可能今天晚上就莫斯科喝酒了 吃晚饭了 有可能是吧 另外 从昨天晚上开始 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为越南独裁者软服重还是软重负我为什么老给念混啊 哭完丧之后又为哈尼亚哭丧 昨天又为他俄爹哭丧了 在新闻联播之后的一个专题报道里 请来了几头老币的老奴才 坐在那分析一下 强烈谴责乌克兰大举入侵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多了 在人家的国土上炮火连天杀人如麻 央视用过入侵这个词吗 三百乌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入俄罗斯境内 数十辆战车横冲直创 库尔斯克拉响警报 这就是央视的标题 每一个字到他讲的是来自来自俄罗斯媒体 乌克兰第一批突入俄罗斯境内的部队是多少人呢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主攻部队是两个新边旅 每个旅超过三千人 还有一支机动的反俄武装突击部队 大约由五百人组成 配备的机械力量是一百多辆各类型的坦克 另外截止到昨天晚上 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在昨天下午开始又有四个旅 也向乌克兰边境移动 据信是会在今天吧 投入到针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行动 所以现在再说乌克兰突袭俄罗斯的库尔斯克 已经不严禁了 他就是对俄罗斯本国的一个突击行动 当然这个行动 你要是按照孙子兵法的套路来分析 就比较清晰明了 是一个高招 一盘大棋 怎么说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在乌克兰北部 那几十个城市据点里边 已经建成了要塞一样 就是双方你也打不过来 我也打不回去 这种焦灼的战争场面 咱们已经看了一年了 没有任何的波澜 咱都别说大的转折 当然中文媒体整天 今天大反攻了 明天有转折了 到现在大家再去看 是不是都是他娘的扯淡 一银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给泽连斯基出了一高招 同时呢 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 因为之前拜登是一直严厉禁止乌克兰入侵 或者叫越境到俄罗斯本土的 甚至国际社会捐赠乌克兰的武器 都是严禁乌克兰的使用范围的 那么这一次呢 乌克兰方面应该是得到了美国的首肯啊 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军事打击了 也可以地面部队越境进入俄罗斯境内了 所以乌克兰抽掉精锐部队 突破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之后呢 俄罗斯全国打了两年多的仗了 眼看着快三年了 部队基本上要么是新争较上来的新兵 要么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党卫军 俄罗斯的党卫军和中国的党卫军没区别 战斗力基本上一个水平 对内打老百姓战无不胜 对外嘛 对外那就跪地求饶呗 所以这这也是乌克兰这支 齐袭部队啊 两个新边旅三千多人 就能够一路势如破竹 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阻拦和抵抗的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啊 就是央视引用的数据啊 说三百物军炮火下突入 这就是前一天俄罗斯中央电视台对俄罗斯公众发布的一个报道引用的数据啊 当时俄罗斯新闻台报道的是乌克兰派了三百多个恐怖分子流窜至俄罗斯境内搞破坏 同时也宣称啊 政府已经派了大国的部队 对他们形成了包围 力求一举全歼 这支由乌克兰恐怖分子组成的破坏分子 同时他多此一举 就是在新闻直播的时候啊 画面的背面拍摄的是一支征援库尔斯克地区的部队的运兵车车队通过一辆大桥 这辆大桥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很著名的一座高速公路的大桥 于是乎呢 前天那则新闻到底能不能安抚俄罗斯的爱国者们的情绪 能不能让俄罗斯人民的情绪稳定 不知道 老王唯一看到的或者大家也应该都看到了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昨天这一支由六百多人组成的增援部队 曾坐的十二辆装甲车 遇到了乌克兰部队的埋伏 所有的装甲车运兵车均被击毁 现场画面死伤惨重 就这么一则简讯 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被自己祖国的官方媒体给坑了 那个大桥的画面传回到乌克兰方面 或者让乌克兰的部队拿到了之后 这一看就能计算出来 这支部队它的行进路线都不需要卫星 是吧 所以乌克兰这一场战斗或者这一场伏击的胜利 要感谢谁呀 首先我要感谢俄罗斯伟大领袖普京同志 和俄罗斯的中央电视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截止到老王录这期节目吧 因为各方面的资讯特别的混乱 我为啥去看以色列的媒体啊 就是实在找不到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可以信服的啊 截止到现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乌克兰这支骑袭部队的占领区域已经超过了400平方公里 并且还在迅速扩大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巨信 叫巨信 已经分成了四股 从四个方向一路向北 他用的是一路向北挺进 其实向北那不就是奔着莫斯科区了吗 也许就是开篇老王说的 用不了多久 当乌克兰的部队围城抵达莫斯科城外之后 大家觉得愤怒的俄罗斯人民 是会拿起武器赶赴战场为普京效忠赴死 还是会冲进克里姆林宫 打死所有的党卫军 以及像孟加拉那样 把所有的贵族权贵红色基因红色家族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族的全族都给灭了 祖坟都给刨了 然后把普京就像当年利比亚那样 直接乱棍打死 绑在摩托车的后面拖到乌克兰部队的阵前 当见面礼 当然这都是意义啊 这场战局 貌似啊越来越明朗了 但是 希望乌克兰方面 可以取得更辉煌的战果 也希望俄罗斯的军民啊 可以早日看清俄罗斯的伟大领袖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不说夹道欢迎 但尽量避免伤亡 是吧 就行了啊 再说点国内的吧 你看昨天全网来讲老王是唯一一个直接告诉大家 中国的一体股移植这个产业或者叫一体股医用材料的产业 在2023年中国的官方报道是突破了50亿元人民币的大关 在2024年将会突破60亿元人民币大关 当然国内用的可能也仅仅不过是三分之一左右 主要还是进行出口 所以昨天老王念了一串的股票号码 我没好意思直接提这些公司 那么 昨天就视频发完没多久吧 就有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网友 搜到了那些公司给我发来截图 特别神奇的一个事 老王你说的这家公司被卷进如此之大的舆论漩涡 它的股价怎么还涨了呀 这玩意儿就符合中国人民的一贯做法 首先一个 当你知道 我靠这家公司国企啊还能做人骨头声音 而且是垄断的声音 那以后你这股价能不涨吗 那必须投资它呀 而且要投长线啊 全仓 重仓 加杠杆 嗯 对吧 另外一样呢 就是这一轮的针对人体 一体一体股这个产业的全国性的严打 会把稍微边缘化一点的 或者在灰色地带的这些中小型的做人类尸体骨骼生意的企业 公司 工厂 全部 全部打死 然后呢 那整个市场这么大的蛋糕不就剩上市的这哥几个来分享了吗 所以昨天晚一点啊财联社还发了一个报道 说今天早盘骨科材料的概念骨集体高开 当然财联社还为了活命啊 或者为了这个帖子能发出来 或者这就是今年官媒要统一的一个舆论导向口径 说消息面上 说有行业专家向财联社记者表示 今年的第四批高值耗财的国财已经实施 医院对同种一体股 也就是人股的用量逐渐减少 人工股修复材料 成为当前股客修复材料行业的主流 还有医美行业人士预计 今后无论是医美人群还是相关患者 或将在股修复手术及整形过程中 对相关股修复材料的来源更加重视 你看前面说行业专家说了 今年的国家采购已经要求医院 对同种一体股用量减少了 人工股修复材料已经成为主流了 那你说财联社为什么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提醒公众在接受骨壳修复手术或整形的过程中 对修复材料也就是骨头的来源更加重视 其实中国生产的复合材料 自主研发的比欧美日本韩国进口的复合材料 我说的是专职骨科价格要贵一倍以上 质量那就跟屎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医疗行业的现状 要材料没材料 要技术没技术 要脑子没脑子 要德性没德性 要良心没良心 都是一帮在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小党棍小党奴 现在最大的一个科研的努力方向 是写入党申请书 你说这帮B养的能研究出来什么高科技的材料吗 所以这就是现实 那么在中国无论你接受任何的手术吧 骨科手术 医治手术 只要用到一体骨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全是人骨头 就算他写的是牲口骨头 就和老王当年在疫情期间反复提醒大家的 科兴长村长生武汉生物 乃至国药的生产线是不合规的 他生产出来的疫苗不能用 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 特别是医疗器械产业 耗材产业 他真的加工不了牲口的骨头 有没有能加工的呢 有一些科研锁旗下的 他没法量产 就这么说 明白吗 他占不了主流 所以呢 中国骨科材料的概念骨昨天集体高开 主要原因就是 以前被各个地方企业呀 或者一些灰色渠道啊 抢占的市场份额 终于又百分之百的回到了国营企业民族企业良心企业的手里 以后啊 以后啊 你们县城殡仪馆的尸体呀 猜出来的骨头啊 不卖给国企 或者不卖给你们当地的供销室 没人收 所以你还想着猜一具尸体就能卖个万八千块 扯什么蛋啊 猜一具尸体八百猜不猜 为啥定价这么低 因为 喇子是国营企业垄断的 除了我们没人收 所以呢 这就是老王对中国国营企业的了解吧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一轮严打之后 你死后或者你的亲人死后 就能保证得到一个权势 甚至当国营企业全面引领这个行业之后 在党委书记的领导下 响应最高指示 号召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前提之下 可能以前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尸体 是可以保住的 因为有病啊 年纪不符合呀 或者有一些问题呀 这是骨头都用不了的 但是当民族企业 良心企业 国营企业引领这个行业之后呢 可能中国老百姓的尸体 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能得个全尸 可能就不错了 对吧 这叫啥 这就叫 伟大复兴新时代 也就是老王说的 中国人民的好日子 万万回家吧 享受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你们就偷着偷着偷着乐吧 公权到万岁 文明观影 严禁喧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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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